130克的黄油提前软化 用手指轻松按压动就可以 加入45克的白糖拌均匀 用电动打蛋器打至颜色发白 体积变大 3个鸡蛋刻入碗中搅散 分次加入到黄油碗里搅打均匀 每次加之前都要充分的融合 再加下一次 直到把蛋全部加完 然后筛入15克的奶粉 200克的低筋面粉 4克的泡打粉 拌均匀直到看不见干粉 再分两次 加入20克的橙牛奶拌均匀 8寸的蛋糕模具 底部提前铺上锅油纸 再把面糊倒进去 铺平整 准备两个苹果 洗净后 去皮去合 再经常薄片 一层一层一层插在面糊的表面 然后室温静置10分钟左右 烤箱预热 上下火170度 烤大约50分钟左右 表面上色即可 出炉之后 轻轻的划开四周 脱模放在烤箱上 稍微晾一下 最后筛上适量的糖粉 切成块就可以吃了 要像要松软的蛋糕体 带着黄油的香气 搭配酸甜可口的苹果片 咬一口太享受了 忍不住吃了一大块 如果不怕热量 冬天一定要吃上这个苹果蛋糕 太香了 做法简单 新手也不会失败 喜欢视频的小伙伴 别忘记点击关注哦